桃園警方逮捕了一名偷拍色狼 就在這月二十八號 一名六姓男子 當時騎著自行車前往 爐柱區的光明河濱公園 躲到女廁所之內 打算要來偷拍 被人發現之後 立刻報警處理 受警方調院附件監視器 不到十二個小時就破案了 昨天順利逮捕嫌犯 而訊後是依照了防害秘密罪嫌 將嫌犯含送法辦 公園廁所一名身穿黑白外套男子 偷也不回倉皇逃出 但仔細一看 這裡明明是女生廁所 另一處監視器 也可以看到男子拔腿狂奔 會這麼緊張 就是因為他其實是一名偷拍狼 二十八號早上十點多埋伏 在桃園盧竹光明河濱公園的一間女廁 想要用手機偷拍別人如廁的畫面 沒想到當場被被害人抓包 才會嚇得奪門而出 警方巡線調閱數十次監視器追查 發現這名變態偷拍狼 當天是騎乘共享單車作案 根據警方調查 三十四歲的偷拍狼 其實住在桃園區 為了偷拍別人上廁所 竟然特地跑到盧州區公園犯案 被發現之後徒步跑出公園 又在轉騎乘共享單車 從盧州一路騎回桃園 跨去犯案 自以為天衣無縫 偷拍狼逃回桃園區住家 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沒想到警察不到半天就找上門 嚇得他說不出話 最後以反害秘密罪移送偵辦 之後也派員重新回到案發的公園 加強巡邏維護安全 記者綜合報導